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我 王军呢 你配剑君哥吧 小碗团 发死我 这小子 怎么还不来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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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朋友往我这儿看 小朋友 往前看 往这儿看 一 一二三 一二三 等等言辞 我听黄毛说你受伤了 我就买了点药 我不进去 只要你把它吃了 行吗 你放心 只要你把它吃了 我立刻就走 这个是活血的 还有这个是消炎的 这个是止痛的 我不瞎 我要看着你咽下去 你咽下去 你要不吃 我现在就去把周瑜绑了 我不明白他哪里好 你能挡一次 还能护他一辈子吗 事情从他开始 俊哥不会放过他的 说完了 让他试试 别走 好 言辞 我拿了一抹考试卷子过来 李老师让我拿过来给你的 这次考试难度不大 你肯定没问题的 你是不是又去打架了 是不是抬修厅那些人找你麻烦 不用你管 想知道言辞为什么会受伤吗 为什么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你怕我 卖了你对我又没什么好处 更何况 我也不想让言辞讨厌我 行 走吧 阿瑜这个没良心的 既然不等我 我自己先走了 哥 你说我这次考试怎么办啊 我要是没考好 我爸又要说我了 要是我们能换换脑子就好了 程语正 想什么呢 我发现你最近总在走势 你该不会是有喜欢的人了吧 你告诉我呀 我可以帮你牵线 周瑜和言辞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俩很复杂 怎么复杂了 周瑜 你说 我是说 周瑜 他怎么跟唐倩在一起啊 我最讨厌你这种圣母样 我也不喜欢你 你自以为了解所有人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君哥就在里面 君 君哥 怎么 你怕了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要保护言辞吗 走吧 你跑什么 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坏了君哥的事情 当然他来解决 王君是什么人 他不知道 难道你也不知道吗 你想让他死在这里吗 他自愿的 我又没有逼他 你都病了还要护着他 他让你来你就来 这么听话 我说的你怎么不听 言辞 你到底瞒着我做了什么事情 不用你管 我说过了 言辞 我只是喜欢你 喜欢你有错吗